对 对 豆豆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看怎么想也不明白 这里面会藏什么宝啊 我反而觉得啊 他好像在号召我们 起兵反送呢 我也觉得是这样 好像在提醒我们南腾以后 勿往多迟 我看哪 此图不会如此简单 可能与主上 某首诗词暗和 若能找到这首诗词 也许答案就在里面 没错 柳林大哥说得没错 不如我们另辟蹊径 也许 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后主皇帝有一句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在后主四十二岁生日时 千奇数独臂后主 后主一生因词而闻名 又因词而丧命 我想 也有可能这个巨大的宝藏 隐藏在诗词当中 可是哪首词呢 想想呗 五十位 柳一那边有什么动静 回殿下 柳一一个人等 依然在城外的茶室去住 这两天没什么动作 今天我要让你嚣张 日后 要你向我跪地求找 殿下 如今已经得到原版仓宝图 用没有把柳三变除掉 不 实际未到 如今 皇之要启用柳一 柳三变还当众夸口 要去西夏抗敌 皇之不置可否 其实是不放心 担心有变 增害人手 盯紧柳三变 一定要赶在皇之之前 得到破解藏宝图的方法 对了三变 藏宝图的事 弄得满城风雨 不知道你身上 有没有这个图 我想看看 好 此图 我看不出什么端倪 不如我们再一起仔细看看 嗯 后主皇上手舞胸口 身披战袍 于最危险时刻 琐琐之徒 寓意颇深啊 后主怕此图落入他人之手 自然说得比较隐晦 但是这人间绝笔 又用意何在呢 后主那时候肯定已经估计到 此图乃绝笔之作 再加上人间绝笔 那岂不是很多余 是啊 可是后主在时 虽然说山水花鸟之画迹无不精通 但他最钟情的还是词啊 以后主妙笔生花 应该填词才是 对啊 若后主只以词会议 那未免过于的简单了 随便两个秀才都可以破解 是啊 所以依我看 后主还是要以此图为信物 要我们破解 唉 我看我们两个只能瞎猜了 真是希望合了哪首词 我师父师叔也是这么想 只是到现在 还找不出什么头绪 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 不如你我一手一手的合吧 请记得订阅频道 请记得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 也订阅 银行 1